欢迎大家收看东风破 我是刘振东 今天给大家破的是TN50 在那一巴掌刮下去之前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TN50 因为TN50来路不明 TN50是去年预算案的时候 那集突然间提出来的 因为在这之前的二十几年 每一年政府在提预算案的时候 都提2020红月 但是去年9月土著团结党成立 这个时候那集不要再跟马哈蒂有任何关系 他要完全切割 所以就在切割的过程当中提出TN50 但是TN50跟2020红月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2020红月是马哈蒂在1991年2月28号提出的 提出的四个月前 1990年10月21号的大选 马哈蒂第一次发现到 假如反对党结盟 非马来人都投反对党 马来人选票一半投巫统 一半投反对票 巫统政权就会断手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底下 大环境 包括是1992年唐碑的时候 喊出马来西亚国类 整个氛围倾向于说族群融合 经济蓬勃发展 有了很多的机会去纠正马来西亚的问题 可是那已经提出什么 就在他提TN50的同一个财政预算案 他说就业不足的人可以去开Uber赚钱 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去卖那西了吗 马来西亚真正的问题 他们是没有打算去解决的 今天TN50 明天就算TN100 TN150 这个团队也没有办法提出一套愿景 没有政策配套 没有措施 最终马来西亚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换政府 谢谢大家收看东风破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脸书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YouTube 谢谢大家